男女大不同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跟吃一样 可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做完之后呢 会得到非常多的脑内飞的运动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运动习惯 也能够洞察人格特质 那听到这个洞察人格特质 大家就知道谁要来跟我们聊天呢 就是呢 会从生活各式各样各个层面 各种生活习惯大小事 来告诉你怎么去洞察人心的 林翠芬老师 让我们欢迎专业资商心理师 林翠芬老师 老师好 哈喽 投文大家好 好久没有看到翠芬老师了 刚听你在说那个餐贴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 我也在这边听觉得肚子好饿哦 对啊 肚子好饿哦 然后对还忘了告诉大家 从明年开始 米其林指南会多台南跟高雄 所以除了台北台中之外 还有台南高雄的好餐厅 也会纳入贫鉴跟贫选 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好吃的 让大家可以知道 或是非常用心在做的这些餐厅 我说真的啦 吃跟运动这两件事情都可以让人感到非常的愉悦 对不对 翠芬老师 对 嗯 对 所以像是运动 运动啊 刚刚好又奥运落幕 所以呢 呃 老师在这个 从习惯洞察人心这本书里面哦 其实 呃也有提到一些运动特质的部分 我们就先请老师跟我们分享哦 就是呃运动 怎么从运动来看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啊 呃 其实运动会跟我们的特质有关哦 像呃 每个人的天赋也有关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呃 天生的天赋跟这个人的特质 像这次奥运啊 呃 我们台湾不断的被提起的可能就是 譬如说像打羽毛球对不对 对 那我们羽球表现得非常好 那通常这种我们叫做精准性的运动 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精准的接到那颗球 然后再把它打回去 那像这种你的个性通常就要很冷静 思路要很敏捷 感应要很快速 瞬间的判断力也要很准确 那如果说个性稍微犹豫一点的 那可能就会错失了一些好的机会 那如果你个性很冲动的 那就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 嗯 那可能你那个呃 在球场上的表现 就不如预期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 你从一个人的运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看很多东西 像我这次也是奥运名 但是我看的呢 会跟这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就会更有关 所以一边看打球 还可以看到一些 每一个人不同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也会跟人格特质也是会息息相关 那有些 像我自己的 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用这个呃 视讯连线是用网路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时间差 那刚刚其实老师有讲到这个精准型运动 那精准型运动的人呃大概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老师您跟我们分享 可是其实还有另外呃 比如说包括户外运动 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这个呃 爬山啦 呃攀岩啦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人他也有一 也有这个 如果说都喜欢这样子的运动 是不是也会拥有比较相近的人格特质 会哦 嗯 像呃 我有非常多好朋友 都很喜欢跑步跟骑脚踏车 那我就会观察发现说呃一个就是说他们比较喜欢到户外去 他们就不不太会选择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 跟去户外运动的人就会不太一样 他们就要接近大自然 那另外一个呢呃 譬如说如果你是选择爬山 骑脚踏车 或者跑步的通常要很有耐力 你才能够到达终点 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呃他们有些时候也不太喜欢受到限制自己 呃说走就走 也不用约一大堆人 那当然求呃 譬如说如果说是一个呃呃就车队这种例外 可是一般来说跑步的人比较喜欢 你会很少看到跑步的人会 呼棚引伴一大群人呃边跑边聊天边吃东西这种很少 别跑边聊天有点痛苦 这样跑已经跑到都快不能呼吸了 哈哈哈 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戴一个耳机 然后自己一个人 所以他们通常比较喜欢自得其乐的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我观察他们的人格特质也比较独立自主 嗯想跑就跑 嗯然后想骑车就骑车 不喜欢依赖别人 所以有些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特质也比较安静 比较努力 嗯然后默默的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嗯然后也会比较呃靠自己 不是外求的 像有些人你看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会想说哦可不可以来帮我 或是找人来帮忙 可是像他们就会比较是靠自己内求 然后自己去解决问题 然后对环境的一个承受度 或者是忍耐度也会比较高哦 嗯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的 嗯所以精准型运动户外运动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人格特质的展现 那所以难怪哦你看有时候 嗯我们常看到现在有很多因为运动而会在一起的朋友 比如说呢呃像有些人很喜欢登山 然后呢就就就就会变成哎以前他们可能他们可能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工作 但是因为喜欢登山一起组成了所谓的登山社 然后一起去爬山 我后来就会想哎他们都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 可能工作的形态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呃会因为就因为喜欢登山然后会变成好朋友 可能真的就像老师说的因为他们有比较相近的人格特质 所以也会比较呃容易就是成为呃一个呃呃大家在一起觉得很舒服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呃刚刚还有讲到一个有没有一些运动是特别要需要与人互动的 哦还蛮多运动需要与人互动的像你刚刚说的登山是其中一个 哦大家一起爬山然后享受户外的美景就跟跑步跟骑小车车有一点不一样 哦那另外一个呃常常会有大家一起的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打篮球 因为他们通常呃有一个球队 嗯因为你打篮球一个人打一个人投篮其实是有一点无聊的 所以我后来发现打篮球的人啊通常都很重视团队精神 嗯然后热衷的不只是运动本身也包括伙伴们之间的互动 那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啦在夫妻关系当中 因为如果说哦你的另一半喜欢打篮球的时候 嗯常常还蛮容易造成夫妻的一个口角跟不悦 因为呃如果说他有参加一个篮球球队的话 那他们就要定期练球啊那另外一个哥们说的话 可能比那一半说的话还要有分量还要有力量 嗯所以有些时候呃我自己做智商的时候才会发现说 如果另一半是有加入球队的那可能呃难免 比如说假日全部都要去练球或是全部都跟自己的呃哥们一起呃 呃练完球之后还要有一点呃大家互动一下 不会练完球后大家就回家了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另一半还会有一点吃醋哈哈哈 最宝贵的时间你都拿去跟你的练球 跟你的哥们一起相处那我呢 嗯所以还蛮多我遇到还蛮多人会跟嗯 他的球队好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聊其他运动 男女大不同从运功运动习惯来洞察人格特质哦 在跟我们聊天的是专业资商经理师林翠芬老师 翠芬老师刚刚在前面啊 有跟我们聊到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运动 其实会有一些嗯可以显现出了不同的人格特质 呃如果你喜欢特定运动的话 我现在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下 你自己喜欢哪一类的运动呢 哦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的家人喜欢哪一种运动呢 然后我们就来对照底下 现在翠芬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呃特质 来看看你是不是有或是你的家人 你的另一半是不是有刚刚我们讲到打篮球 呃对打篮球的人可能比较容易跟另一半吵架 在你的观察上是这样子哈 我发现的好那还有一个其实在这一次的奥运里面 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兴奋呃的是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的项目这一次台湾的表现哦 有一个铜牌也是非常的好 那喜欢打高尔夫球喜欢打保龄球的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打高尔夫球的人就是比较会呃跟自己做比赛 嗯比较喜欢自我挑战嗯 所以我我后来有发现呃 昨天有没有发现企业界的人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 还有很多领袖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 他们常常都在高球场谈谈重要的事情耶 对对对对 我每次都觉得干地会是全世界知道最多秘密的人 哈哈哈一直在旁边听 嗯所以其实呃打高尔夫球的人都喜欢有一点挑战性 虽然那个运动看起来非常温和 但是其实呃这个运动他有一些喜欢呃不断的超越自己的这种特质在里面 嗯所以我后来发现呃还蛮多都是企业领袖耶 因为其实还呃曾经有一个作者啊 他做了一个呃他后来发现几乎美国的总统 嗯有一半以上都会打高尔夫球 那你看我们台湾呃以往啦以往现在好像稍微少一点 嗯以往你也会发现很多政治人物啊或企业界啊 他们都会喜欢打高尔夫球 我觉得那个台湾的政治人物最喜欢打高尔夫球 或是开始喜欢打高尔夫球 一定是从这个李前总统开始嘛 就是我们的李登辉前总统就是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 对不对哦 然后你说哎最近好像现在看起来比较少 不知道 所以确实哦高尔夫球是一个喜欢跟自己比赛 你知道我们呃 呃陈凡老师你知道我们之前其实有请这个 呃一位体育主播跟我来聊有关于奥运 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奥运的项目每一届 呃会有一些些不同 那针对主办国自己当然可以提出一些他们的呃想要的项目 那其实也发现越来越多项目其实是一种在跟自己竞赛的一种项目 因为像你刚刚讲的篮球啦或是羽球啦桌球等等 其实你都必须要打败对手你才能获胜 要有对手 对 可是你看哦像呃像有像下一届2024在巴黎的奥运哦 他们就增加了一些比较像是跟自我比赛的项目啊 比如说像是霹雳舞好了 霹雳舞的一个比赛 这个东西其实他是在自我超越 或者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攀岩啦这一次的还有滑板项目 其实也都是自己 运动 对 都是自己在挑战自己跟自我比赛 所以像这一类 还有像举重也是 对举重也是 像这一类的比赛又跟我们刚所说的这种一定要跟你拼的输赢 又不太一样 当然喜欢这样的运动的人的特质可能也像老师说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看到你写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喜欢撞球的人 你说喜欢撞球的人谈恋爱会特别注重形象啊 因为我会 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撞球比赛的话 你都会发现他们是所有的运动当中穿的最注重穿着的 每一次你看很多就是撞球选手他们的服装都是经过精心打扮的 然后我也会发现他们都很讲究知识的 就是那个打球的知识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会特别强调某一些智慧 然后遇到阻碍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去 要怎么样去把那个球要怎么打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打撞球的人也是非常智慧的 然后也是非常重视形象的 所以也因为他们重视形象 所以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特别在意自己的表现 因为这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性格 有些时候会扩大到我们的情感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啊 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登山对不对 有一些运动特别容易引发爱苗 就像登山很多人登山登山 唉 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一对了 那也有些人比如说他会到某一个特定的运动场合 去找就是另外一半 像我自己觉得喜欢去健身房的 也还满喜欢去找另外一半的 有些时候在健身房找另外一半吗 哈哈哈 同温其实我有一个小发现 很有趣 其实在健身房里面 还蛮容易资深艾苗的哦 所以一个不小心 也有可能资深一个 不该发生的艾苗 也有可能 我觉得是耶 我觉得是耶 所以那个常常都会 所以我觉得运动这种事哦 还是两个人的运动相近比较好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夫妻最好一起从事同样的运动 那否则的话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去健身房 先生去爬山 可能会各自滋长 各自不同的艾苗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哦 好那刚刚其实讲到 这个各个不同的运动的 特定运动的人格特质 都不太一样 但我们如果要从这一次的奥运来看 这些选手表现 其实像是林春芬老师 在观察这些 他会很喜欢看看 所谓的心理技能挑战极限 从这一次我们的一些选手上面的表现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这个好像也不是只有在选手上 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喜欢一种运动 一样可以在这个运动里面来学习心理技能 对吗 对 其实运动选手是我们所有的 生涯发展的过程中 最需要心理激励跟心理技能的 因为他们通常都长期要受非常非常严峻的训练 那你其实如果挺不过 你可能在中途可能就会放弃 那另外一个 就职业运动选手 他们是需要不断的征战的 所以他需要具备的心理技能特别高 因为譬如说你看这次奥运 他们就要遗失到日本去 然后立刻在那个环境当中要马上适应 然后马上做出一个最好的表现 所以他们不管是生理的适应性 还是心理的适应性都要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像这一次的奥运当中 你也会看到 譬如说像就是体操选手 那其中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体操选手 他在其中有一段时间 受到他过往经验 还有他家人的一些状况 而他暂时先退出比赛 然后后来再加入 所以像体操选手啊 大家如果有看过有一部电影 就是深夜在加油站遇到苏格拉底 他其实讲的就是运动心理跟体操选手 所以那个选手啊 他在那个 就是他不断一天到晚都做噩梦 噩梦就是从他从高处跌下 然后他整个脚都碎掉了 他不断的做这些可怕的噩梦 所以那个心理的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观察到 像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有几位选手的心理肌力 跟心理技能就特别强大 其实我还是非常欣赏戴智颖的 因为像戴智颖我就会感觉到说 他整个心理的技能还是非常的稳定 尤其是譬如说你在球场上 一开始的时候处在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 那你如何镇定自信 帮助自己 然后回到一个好的状态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需要心理技能的 那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像我们刚刚说 像打桌球这种精确性的 包括羽球桌球也是 那我也很欣赏我们的小林同学啦 因为一般状况下 他真的心理技能已经算非常高了 但你有些时候会发现 当我们很想赢的时候 还可能也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心理的状态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训练运动选手过程当中 除了训练他运动的一个技巧以外 他的那个追求卓越 不断追求卓越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心理的状态 跟应对各种不同状态 所以如何做一个好的冥想 或者是说如何帮助自己快速的输压 或是在任何状态下面 都可以帮助自己保持一颗镇定的心理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运动的过程中 可以学习到很难能可贵的 对其实我们常在讲心理激励 这件事情 这个鸡是指肌肉的鸡 因为我们总是在提醒大家 这个像昨天我们还在养鸡少症 这是你的心理的能量之强大 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锻炼的 你怎么样可以 比如说就像这些运动员 我就在讲嘛 我们那时候奥运就在说 我在说他们心理所承受的那种压力 或者是在场上 他需要快速转换自己的心情 情绪稳定下来 那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不过度的 这个慌张 然后继续的 我说这些这个心理 他承受的这个 是我们外人所难以想象的 那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除了训练自己在 这些体育赛事上面的技能之外 强化自己的心理方面的这些技能 我相信是这些顶尖运动员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不晓得本身在运动本身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哪是不是有哪些事情 其实是容易也容易让他们在这个 心理技能上面能够自我挑战跟发挥跟 透过这些运动来做学习的 其实心理技能的锻炼啊 他是我简单的来说啦 就是说是一种自我调整的能力 所以他很重要的会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用戴智颖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好了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就比如说他在很小的时候 可能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时候他爸爸做了一个决定 让他跳级再去做更高阶 就是技巧更好的人 然后来做练习 那这个其实是在训练他心理技能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因为他后来再去跟更高阶的人 就是技巧更好的人打 他又开始尝到 输球的滋味 所以你需要接受 你是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 可是你也接受比赛有输有赢 你不会因为输了 而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的状态 觉得很低落 或者是说就会过不去 因为毕竟第一名就只有一个 难免会起起伏伏 所以有些时候你接受自己的状态 反而比你去抗拒你自己的状态 还要来的更重要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需要帮助自己练习 一个镇定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心理之上的时候 蛮常帮助我的当事人 练习一个镇定的心理 很重要的 我们都会带他们 做各式各样的呼吸的练习 另外一个会做一个冥想的练习 然后想象自己在某一个状态下 可以做一个好的表现 那我如何把这个感觉 带在自己的身上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立刻就可以让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在几秒钟之内可以调整 透过一个呼吸 或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冥想 立刻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 或者是说一种自我激励的方式 所以其实运动员是非常需要自我激励的 特别那个激励 不是肌肉的激励 而是激励自己 就比如说跟自己对话 就是说我可以的 我经过非常好的练习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 所以他们有些时候 要对自己有一点信心的喊话 那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 在上场之前 可能要帮助自己 让自己可以镇定下来 或者是说可以告诉自己说 其实我的练习是足够的 那我就是上场表现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说不行 我这一场球一定要打赢 我不能输哦 那其实这样反而会让我们的心理 进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 所以其实在锻炼心理的技能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跟焦虑共... 就是说你如何把焦虑释放掉 那这个就变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技能 然后如何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 放松然后让自己整个身心 是属在一个最自在的状态下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潜能 做一个最好的发挥 好所以其实讲到最后这个重点 就是焦虑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很焦虑 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的方向 就会变成一种焦虑心思考 所以崔芬老师 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跟我们提到 就是转换焦虑性想法 减少心理能量耗损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先确认一下 当你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有一些很焦虑的想法 这个焦虑想法可能就是 是不是一直会觉得别人不认同自己 然后总是做的一些很坏的打算 很坏的看法等等 如果说当你有这种焦虑性思考的时候 你的心理能量就是会耗损 但如果你把它转换掉 着重在眼前当下 你要解决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运动员 他们在做的就是这件事 可能刚刚打坏那颗球 我们在电视机前在看说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是不是就好了 你觉得他不会这样想吗 他当然会这样想 可是他在当下一定会想办法去转换 我下一球我要怎么打 而不是着重在我刚刚的这个 因为刚刚的这个想法 就是所谓的焦虑性思考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一位 这个来宾要来聊一下这个帮小朋友做早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的运动人格特质等等到这边 但是我非常谢谢翠芬老师 刚刚他用戴姿影的例子讲到就是说 很小时候就开始打球 可是呢在这个当下 当然他的父亲他的教练在训练他 也有训练到很多心理上面的一些部分 那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也是因为这次奥运的关系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去看到了曾亚妮写的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崔芬老师有没有看到 亚妮当年也是 曾亚妮当年也真的是个天才少女 在高尔夫球 她是我几乎可以讲 在高尔夫球上 或是在一个个人运动上面 能够让台湾第一次被人家看到 其实就是曾亚妮 就像现在的戴姿影一样 可是曾亚妮她后来 当然经历一些人生的低潮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曾亚妮现在在干什么 曾亚妮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 其实就是真的去剖析 她的这个过去这些年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非常动容 她就说她从小被教 她从五岁开始就在打球 可是大家只教她怎么打球 没有人教她怎么生活跟与人相处 还有怎么面对自己 她不知道怎么面对 突然间成名之后的那种心理的压力 那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对于自己的不确定跟没有信心 当她拿了这个球后之后 她一直怎么看自己都觉得自己打球怪怪的 这些其实都是崔芬老师今天所讲到的 心理能量 心理技能 心理激励的锻炼 那那篇文章 她最后她这些年的低潮是怎么过的 其实靠的就是后来老师所说的冥想 她开始学冥想 那我很 我其实有机会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你最近写的这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的动容 那也让大家看到一个人 他尤其是运动员 他们怎么样在经历巅峰走下来 要怎么样再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正轨 回到最喜欢当年最喜欢打球的 自己的那个初衷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今天很谢谢崔芬老师 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跟崔芬老师 聊更多有关于运动人格的部分 崔芬老师谢谢 谢谢